卡斯罗 意大利黑手当最爱的犬肘 被训练了搏斗狮子 要和犬戒第三 忠心爱主 但会暴虫铺人 凶马来交刺主如何正向教育狗狗 那就开始今天的 从零开始养 卡斯罗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徐博 在我身旁的是 全程宠物训练世界的花美娜 中华哥哥 在这边是卡斯罗美娇娘 高雄范冰冰 高雄范冰冰 我们前面的狗狗叫什么名字呢 叫Lion 然后它是范莉 然后那一只是范池 为什么它们有系列名称 因为它们两个算是我先生养 所以都跟它姓范 所以你是范冰冰 那你也是你先生养的 对 那你不可以 那你不要 今天只有一只是卡斯罗 对对对对 那这只应该是松丝犬 就是松丝把毛剔掉 都会长这样 然后这个是没有斑点的大麦丁 那这应该就是台湾犬 这两只是杜膏 你为什么养战士蒙犬在家 还是其实比较害用 我们家还有一只杜膏 是因为特别喜欢大拇 我 我的脸要不见 我怕为什么现在不是这样的 他在嘴巴下巴做讨好 他不是想跟我拉鸡是不是 他要告诉你他很喜欢你 而且他耳朵是后缩 你巴有点垂 也是圈碑的表达他非常爱 我摩摩摩摩摩摩摩 这个时候呢 把我舌头伸出来 是 找个旅馆什么之类 可以知道他就是很喜欢人 我现在就是反而不喜欢这个 我现在是杜膏揪了什么 杜膏 我们另外一只比较有问题 比较凶 为什么想养他们 因为我老婆之前有养过米特 你专挑这种养啊 然后我想要养大型犬 我就想说 有杜膏这个品种大只 然后又跟米特长得很像 你们是专门看着 而且官方要小心养了 你们就专门去养那个就对了 养这种狗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大狗也有他们的魅力 那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 科普卡斯罗的部分 接下来来看看 市主有什么问题 大家请教熊爸要怎么处理 你走了 我怎么办 他比较爱熊爸 你看训练室的气场 他非常爱撒娇啊 那为什么不跟我撒娇 比在一起看的时候 其实答案就很清楚 我傻子 卡斯罗的起源 这是古早的盟犬 专门是参加古罗马 战争打仗的时候有的竞技场 专门在里面呢 跟狮子老虎大型动物打斗 所以他叫lion 但是他猎狮子 取名叫他的猎物 所以其实我们坐在这里 是非常不安全的 我们坐过去 后来的战争 比较是狼犬之类的 他们也有一些身材的限制 慢慢的就在民间一般的大哥在养 专做护卫 其实这真的不用凶啦 光牵出去你就不敢靠着 很多好来文的电影可以看到 意大利黑手党 要带枪 然后就牵一只这个 这样出去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当一下黑手党 我造型比较不像 黑手党在那边 黑的 手子是黑的 刚刚说这边只有一只卡斯罗 那我们要怎么辨别卡斯罗在哪里 他们耳朵都有去剪耳朵 看起来面部比较香 这个是全身就已经剪好了 对 那一般民间是不能去做这个事情 或者说他们是引路的时候 在国外就剪过了 在台湾是不可以剪耳剪尾的 因为他们原本就挺可爱的 他眼神看起来 他有下山白 最大差别就是卡斯罗呢 很会流口水 因为他是肉嘴 肉嘴 这个是比较没有那么肉 那个非常肉 可以比较短 他们的底盘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们曾经要做一些 赶牛的工作 怕被牛顶 他的脚掌比较大 你现在脚掌 你现在脚掌 可以 对 他的脚掌比较可爱 也比较小 狩猎的时候他需要奔跑 脚掌也比较小 那这两只他们是养得比较 宽一点点 那一只就更宽了 所以其实他们原本长得不太一样 像是你把他养得一样 对 卡斯罗还比较像健身教练 他这种像是短跑的 田径类的 他原本应该是田径类的 对 角色比较细啊 所以他不应该身体太过沉重 这就是几岁 他两岁 他怎么感觉也有肉嘴 胖到有肉嘴是吗 他是不是过胖 看出来像卡斯罗吗 XXX 他们平常都这样 无论是得也都这样 对你也这样 对 他不会 他就比较稳定一点 这样是好的吗 对现在我们养狗来说 这是非常好 会凶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说 主人会比较担心 亲脸总比咬脸很难笑 他们的咬合力数据 比特来说 500 550左右psi 度高大概到600 卡斯罗直接到700psi 那车子轮胎才打到32而已 所以是相当可怕 头头一口就骨折碎掉都是很麻烈 那我们看一下剪肢的手来 我刚发现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毛毛大哥刚一动他马上 嗯?嗯?谁? 就开始有了 有警戒 有警戒 护卫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直接施测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你这样有谁 啊,什么? 他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可以跟他玩 他自己来找你 他自己来找你 真的耶 你看他叫我怎么回事 哈哈哈 可是 可是转过来其他东西 被吃掉好像更猛 你们的个性如何呢 注定是个性好了 所以才没有被裂 只是还没被注意到耶 对,搞不好看完你们这一集 豆毛素就去开会了 是人的问题吗 啊,我们这边目前教过的 最凶的都是柴犬 体型这么小 但那一咬都 红四五十针以上 是柴犬喔 柴犬啊 天生的基因呢 执着 跟熬犬啊 动牛犬啊 这种的基因是比较接近 看到狮子老虎这么大隻 他会去打 都受伤了 他会不放弃 那他们如果攻击起来 会是怎样 咬住不放 就跟彼得很像那种 对很接近 比较敏锐 有防卫 但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没有 反差猛 我相信他们的基因可能是很好的 他的妈妈可能个性就是很温和的 就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凶猛的狗 所以那种可以去表演啊 参加比赛 个性要好的 可以让人家碰跟摸的 那他们会有后代的机会就相对比较高 加上呢,我相信主人从小做社会化的训练是很好的 像今天来这个地方 有至少十个人以上去摸啊抱 在他心中人都是非常好 并不是坏人 以前如果他们要做护卫的话 他是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这样接近 他自然就会有一个警戒 那只要有人靠近 他就会去做驱赶 或者是凶 就很像英国的那个卫兵那种 游客看见都 不好意思,不然吓到是不是 可能有比他们更适合 更好用来当军警用 不过刚刚有听 范冰冰说 家里有一只是会凶的 本来个性就比较凶 这种狗种呢 大概像他这个年纪八个月九个月 就已经很多都开始发展警戒的行为 等一下那个八个月 八个月这么稠用吗 大概五十公斤是跑不掉 现在几公斤 四三十公斤 他现在四十几 也有看过七十公斤 他有没有到一百亿人 就是我就是我 我本人还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好淡定喔 你抱过最重的狗 像是马拉木 我觉得他像放场版的霸痘 真的 我觉得他像霸痘 马拉脚是不同意 别装了 怎样几公斤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他们的智商如何 外面在讲智商的参考 可能在五十几个月 那好像没有很聪明的样子 考试的题目 可能对他们不利 可能对边境牧羊犬来说 比较有利 如果今天是要考攻击跟咬人 他们一定是排名前级不过 早期这些狗狗就是要来工作用 如果他们太精明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明明就打不赢 还要冲上去 他就会丢下要护卫的人 然后跑 对对啊 应该是要这样啊 他们可以做这个工作 就是他们有这样子的勇气 那你就说笨也是笨 不应该有这种勇气 懂懂 所以他们的勇气是平静路给的 你认同这个卡斯托牌 五十九 非常认同 差三名差这么多是吗 因为他们是猎犬 他们需要有一定的智商 规划的时候 他要怎么去猎到这个猎物 他们是护卫犬 比起来他比较固执 明明那个东西就是不能去做 但是他会很坚定的 要去做那件事情 咬定线啊 明明知道会被打 但是还是要咬 你是打吗 不是 还好 你打得赢他 你打得赢他 卡斯罗在其他国家禁阳 某些国家是禁阳 因为是很凶悍的 像台湾有几种 他列为攻击类犬吃 就有一些规范 他出门的时候呢 可能甚至要牵多少 几岁以上的人才可以牵 甚至光摇口罩要戴着 你也是我吗 暂时没有 肚高 所以他没有 反而是两只 我们换一下 他们看的是很累是不是 不能说累 他们必须要保持体力 随随准备攻击是不是 对 他们的基因是这样 今天如果突然就 要冲上去打斗 打仗 他们是不会对缩 也不会投降 他直接坐在人家脚上 所以看起来蓝蓝的 其实在养精蓄锐 对 好嘞 现在要开始进入我们下一个主题 在饲养上遇到了有什么困难吗 他就是会暴冲 所以你会像风筝一样飘起来 对 你老婆也拉不住 他可以他可以 就我拉不住 那所以他 練得跟你老公一样 可以要去一场健身房 还有去宠物公园玩耍的时候 会常常叫不回来 对 喊他但是他都不会停 来恩 过来 还有他会铺人 太热情了 我很怕说害人家摔倒 小朋友吗 阿嬷吗 小朋友他反了不会 阿嬷会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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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遇到狗狗上面的问题 可以怎么办 一般呢像这种狗狗有爆充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去想 他身上千绳的工具 标准的话 他的那一条P字列是比较标准 他的润滑度都是比较够 这个一卡一卡这样子 下一个 可能一扯的时候 那个毛都被拆断掉 拉得紧 会被累住 比较容易受伤 而且还有方向性 这个往这边拉 他就是会卡住 那往这边拉 他可能还可以放上 像这种弹簧的 爆充的时候 你拉住了 可是他都还有机会 再多冲出那一下下 距离有可能就会判断失败 有一些 比较有防爆充效果的工具 有这种东西 有一些胸背带 扣在他的胸口 那自然冲力可能就小一点 但是 保护爆充胸背带 如果一用在这身上 哇 他冲得更开心 冲得非常舒服 这种狗一穿 那胸背带 通常呢 养这样狗主人都不太愿意 欸 为什么 就没有那种凶猛 他们都嘻哈嘛 都是戴这种链子嘛 所以那个胸背带 就是很像是我穿的一件 那个小可爱那种感觉 对 甚至呢 如果你们真的要用这种的话 像我们家的狗 是有那种牵嘴身的 会更轻松 那可能小孩都可以牵得动 不过还是一样 都要有老师教你们怎么做 就是所有的工具呢 它并不是适合所有的狗 狗狗很乖的 带了披子链也都不会受伤 因为他就是很乖 那如果觉得他不够气势的话 可以帮他加一些卯钉啊 什么之类 他懂啊 有没有 那熊爸像这样 大狗都很执着的时候 要怎么样把他引导可以 其实就是主人要更坚定 你给我回来 是这种感觉吗 我是嘴巴 不是嘴巴是 均速回来 那另外其实预防比训练来得更重要 牵他的时候 你就要去目测他跟人之间的距离 你等到他已经铺上去 你再去除了 其实都太晚了 因为他也铺成功了 尤其你看铺到那个阿嬤 就 哇真好玩 阿嬤就在地上 哎呦 哎呦 只要每次都预防得很好 其实这个行为就慢慢减少了 因为没有去啊 不好玩 铺到成功 他就是会一直失去 啊 可以警戒 警戒一个戴帽子口罩的 戴口罩 有没有 有有有 他现在在警戒 那个人要怎么样 可以把他放弃 最好还是 不要动来动去 不要一直在看他 不要鬼鬼祟祟祟 长得好看一点 他还是会看表情啊 喜欢狗的样子 就是不一样 他就知道 对自然一点 他觉得没事的时候 他就会放松 那像那种 要教狗狗警戒跟攻击的 这时候就会去鼓励他 哇你好棒喔 他就会知道这是对的 所以他以后看到陌生的 他就会去笑 他在咬我的大幕 那不是拼啦 那不是拼 譬如说刚刚那个 在重公园 放开千层的时候就叫不回来 叫不回来 感情不太好就叫不回来 你再会叫不回来吗 他我也叫不回来 两位都叫不回来 对他来说 因为对他来说 外面的世界 比爸爸妈妈还要有趣 所以他就叫不回来 所以是因为太年轻嘛 年轻当然是一个 所以我会建议是这样 在你還沒有確認可以叫回來之前 你不要隨意的放開 或者是你要放開的時候 就要帶去比較安靜的地方 你的刺激可能比環境還大的時候 當然就會回來 但是你今天去狗公園 零食跟玩具都沒有其他的狗朋友來的好玩 所以當然他就是不回來 那他不適合跟其他小朋友 這種品種還是要很小心 他就是很憨 而且他現在年紀很輕 看到所有狗狗都覺得是好朋友 別人的眼中的他就不是這樣 這麼大一隻 然後衝過來嚇到嚇死 他可能不會先咬人家 但別人因為害怕會先咬他 被咬的時候那就糟糕 他下次又不能去寵物公園 因為他看到梅子他就先咬 他這個體型去寵物公園 就很像我們去那個兒童遊樂區 有個兩米高的壯漢 突然跑來玩那個溜滑滴 對對對 跟其他狗狗在寵物公園玩的話 要先把牠教好 確定牠教了回來 才去放開 所以不一定是現在就非常合適去那種地方 可能就要挑一些時段 沒有其他人或狗 半夜三點這樣 對 刺激不要太大 那另外剛到這個遊樂的地方呢 不要馬上放開 可以先讓牠走走散步 等牠情緒穩定了 我們再去做這個訓練 不然就像拖江野馬 一解開之後 哇 就牠就亂衝 訓練再有數的狗 都有斷線 就是失控的時候 因為牠就是一個長不大的小 我們講 預防減少失控的機會 牠們有什麼常見的疾病嗎? 大型狗都要注意髖關節的問題 哦哦哦 就是你了 隱私控制一下 大家共免之 自養的優缺點 今天看完應該勸退蠻多人的 而且我覺得可能要被列成第七種 牠口水很多 牠吃得多 牠一隔月要吃30公斤的飼料 訓練也很重要 對不然沒交好的話 牠還蠻危險的 講到現在都是缺點的嗎? 優點就很帥啊 牠們比較忠誠 很互主 哦哦哦 就會很有安全感 另外的狗狗 確實是 深度啊 我們更有忠誠 對 牠們更有忠誠度 你不要聽 不要聽 怎麼都責錢 養這樣的狗的時候 其實我會建議來做功課 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要做一些調整的社會 不然一旦牠有這種供給的問題 變成連飼養都很困 變成棄養的 通過很多都是這樣 那今天是都有這個 有 據說這個原本要價35萬的課程 現在也是有其他地方可以上得到是嗎? 我們有線上課程 因為牠們住屏東啊 真的要上來上課真的很辛苦啊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買了之後 我們是點開然後叫狗狗趴在那邊看的 是人要看 教學上已經有二十幾年的經驗 而且是在我們台灣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教的東西 它可能不是最快 也可能不是最好的 可是它是最簡單最容易 更適合我們現代人 等一下 妳有意見嗎? 我問到怎樣 沒有 他說 終於有人懂了這樣 只要買一次 終身都適用 不要說你養一隻就要再交給人家訓練一隻 養一隻要花一次錢 不需要 那就是大小的什麼狗狗都適用 對 不管是幼犬啊 成犬 老犬啊 新手呢 還是說還沒養狗的 其實都是 剛剛聽到那個現代課程有心動的感覺 有 怎麼這麼快就心動 還沒辦法要凹折扣 那我陪妳一下 妳殺一下 因為許伯的關係 怎樣 有優惠啊 上連結 收入這個折扣 免費30堂 現在難賺不在賺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 訓練師畫妹男雄吧 我們的范冰冰 還有我們的紅金鵬 怎麼樣 不能亂講話 對客人有興趣的 也可以關注熊爸 跟深仙石書粉專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從明開始講 3分鐘的短片 將LIVEN上下10集了 現在打開LINE 選中間LIVEN後搜尋 許伯玉簡直 就可以立即看短片 大家要記得追蹤 許伯玉簡直LIVEN賬號 精彩影片不錯過 傳說中的 不死鳥鳳凰 青鸞 我們想像中鳳凰 應該是那種紅色的啊 然後身上可能還有火啊 好像飛的那種 要地震之前的幾秒鐘 接下來就一直開屏 那種感覺 哇 很優美 輕輕的擺動 像蟑螂虛那樣子 對啊 那 沒有